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咱们来聊一聊 摇头治疗 最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说的是湖北某医院 如何治疗脑瘫痪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 有一名医生抱着一孩子 像揉面一样 疯狂地揉出孩子的头部 由于这个医生的动作比较粗暴 而且幅度蛮大 这孩子就不停地发出尖叫声和哭声 治疗脑瘫 既然还有这种操作 那实在是令人费解 据调查 这名医生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名气 外号是摇头爷爷 就是通过摇头治疗脑瘫 号称治愈率高达80%以上 但是他拒绝解释任何原理 对此有专家就说了 脑瘫 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根本就无法治愈 只能通过治疗进行一些缓解 如果这医院治疑率能够达到80%以上 那要么呢 就是虚假宣传 要么呢 就把大量非脑瘫 当成了脑瘫 来治疗 甘管是哪一种情况 那后果呢 都非常严重 在这个医学上啊 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婴儿摇晃综合针 你猛力摇晃婴儿的头部呢 极有可能导致脑部出血 严重的话呀 甚至有可能死亡 当然了 家长抱着孩子 舒缓在那晃动晃动 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 但是呢 请千万注意 这个力度 在美国就曾经发生过 这样一个案例 说有一对夫妇啊 猛力地摇晃在那 哭闹不止的女儿 结果呢 摇着摇着 就导致这孩子啊 休克死亡 最终 美国的法院呢 就判决 这一对夫妻啊 因过失杀人罪 被处15年监禁 我们再来看看 咱这一位摇头爷爷 如此猛烈地摇晃脑瘫患儿 只能感叹说 无知者无畏啊 在这个视频曝光之后 脑瘫患儿的父母 也遭到了一些个批评 说这些父母啊 没有医学常识 不顾孩子的死活 但是呢 现在这个套路这么深 那实在很难强求 所有的家长 都有那么强的辨别能力啊 你看看啊 医院 人家是三甲医院 医生 那是当地的名医 这家长稍微不留神 就被带进沟里了 所以啊 咱相关部门 就必须要加强监管 规范医疗行为 要我说啊 医生站在摇头治脑瘫 咱相关的监管 可必须要保持头脑清醒啊 好 继继续回来 最近清华大学又上热搜了啊 照片上的这个 您看看 是清华大学的二校门 也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最近这几天啊 在这个右侧的门框上 哎 竟然被人就刻上了五个大字 皇上我来了 和他相对的另外一车呢 还刻了个下连 叫大家辛苦了 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到此一游灰灰衣袖 留下莫保 和二校门同病相连的 还有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地标 就是日轨 就在二校门被破向的前几天 在鬼面的上半部分 有人用硬物啊 在那刻下了十几道的痕迹 显得十分的突兀 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接连被刻字 让大伙是既心痛又气愤 好好的校门日轨 为啥平白无故的 就给人家来上这么几刀呢 胡乱刻话不说啊 还生生刻出个上下连 真这么有本事 为啥不努力 把自己的名字 刻进到清华大学的校友路呢 不过除了对刻字的人 进行声讨之外 人们呢还对另外一个问题啊 展开了议论 那就是名校究竟该不该被共享 有人就认为大学嘛 应该是搞学问的地方 不是公园 更不是景区 万人随意在那进出参观 势必呢 就对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啊 造成一些影响 也会对学校的一些建筑呢 造成影响 应该关闭这个大学的校门 还师生一片净土 但也有人就觉得啊 大学它本来就是对外开放的 你看这一次的刻字事件呢 只是因为极个别人素质不高啊 不能把游客你一杆子全打死啊 更不能以此为由就关闭大学校门 总之吧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 其实啊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啊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那个大字 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虽说不是景区 但对于外来参观者呢 也没必要拘之门外 学校需要做的呢 是加强对外来人员的规范和管理 你比方说 可以建一个严格的入校登记制度 记下每一位游客的个人信息 在校园地标性建筑附近 可以安装监控探头 以便及时的发现问题 另外啊 咱们还想对某些游客说啊 之所以要去高校参观 那为的就是要感受 这个名校的文化氛围 可别因为一时兴起 把那氛围都给搅了呀 要我说 清华大学地标惨遭克制 大学开放以胸怀游客 也该报之以利益呀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现在很多家长 为了让孩子的资历呢 更多一些 就让孩子参加各种比赛 像那些市里的省里的都比较普通了 现在呀 得参加这个全国性的 甚至呢是国际性的 什么国际艺术节呀 什么全球舞蹈比赛呀等等 听着是一个比一个高端 可是您知道吗 这些个五花八门的比赛 很可能啊是山寨的 说这个前不久 有几名家长投诉 说他们在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组织下 陪孩子去到新加坡 参加一项国际比赛 出发之前呢 孩子啊 家长啊都特兴奋啊 毕竟可以去参加国际大赛了 有机会站上国际领奖台呀 可到了之后呢 这兴奋镜啊 立马冷却下来 来参加比赛的全都是来自中国的考生 一个外国的选手都没有 这算哪门子国际比赛呢 还有现场的评委啊 不时的在那打瞌睡啊 在那玩手机啊 还有擅自离场啊 点评也特随意 虽然规格看起来不是国际比赛 不过呢 参赛的那个费用 那是参照的国际标准 说参赛选手每个孩子啊 叫六千多 陪同的呢 每人也要交五千多 这么一算下来 那家庭啊得上万吧 事后这学校就回应了 说这是带队老师的个别行为 咱学校也被他给坑了 原来啊 这是碰上了山寨的国际比赛 本以为是洋气的国际大赛 没想到却是个山寨版 这得多闹心啊 可这样的山寨比赛啊 还不是少数呢 说现在不少针对孩子的比赛 都纷纷冠以什么高大上的名目 动不动呢 就是什么国际的 世界的 全球的 就是靠这种包装和说辞啊 来忽悠家长掏钱 这些山寨比赛啊 往往跟这个培训机构啊 文化公司啊 关系暧昧 有的甚至呢 就是这公司自己炮制出来的 把那些看起来煞有介事的国际比赛 往招生简章上这么一应 就能忽悠到很多的声援 又赚钱来又揽名啊 山寨国际比赛 要我说 对这种乱象 咱相关部门就应该进行有效治理 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管理 可不能让山寨比赛大心气道 更不能让家长成了冤大头啊 这说到家长啊 那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 一些家长的虚荣心 也在某种程度上 你助长了这山寨比赛的泛滥 咱们各位家长就应该插亮双眼 对比赛呢 多多了解啊 别盲目跟风 可别因为山寨把国际比赛变成什么国际笑话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难读周刊 文章标题 手机算命准到让你害怕 这说到这个算命啊 很多人啊都会想到这个算命先生啊 穿着灰大瓜 戴着个黑墨镜啊 在看了你的手相之后呢 在谣善不语啊 其实现在啊 想判断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不一定要看手相 你可以看什么呢 可以看手机啊 杂志就说了 看一个人的手机 基本就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 你先看那个电量 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会在手机还剩多少电的时候 赶紧去充电呢 有的是得等啊 等到手机自动关机 有的人呢 电量掉了才一半 就赶忙啊 到处找充电器了 文章就说了 这手机电量啊 就是一个人征信记录的直观体现 那数值越高的人呢 他花几钱来 可能纪律性啊就更强 负债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低 我们再来看看手机的桌面啊 你怎么安排手机的这个APP呢 有的人呢 会按照不同的标准 用文件夹对它进行一个归类 你比方说 有按照颜色来分的 有按照功能来分类的 但还有一部分人呢 听到这就满脸问号 什么 APP还分类 还归呢 文章就分析说了 说喜欢归类的人呢 比较理性 他很清楚地知道 资格呢 在做什么 他会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不过他们也渴望更高的掌控力 得失心 胜负心 比较重 那些没听说过 更没有进行过手机APP分类的 那神经就比较出大条的 但是呢 他能随时从排列无序的应用当中 凭直觉找到他想用的那一个 说明啊 他记忆力很强 对各类琐事呢 有很好的把控能力 可以很快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啊 就你的手机会不会贴膜 会不会加一个壳 如果有的话呢 那么说明手机是你比较值钱的家当 在这个心理学的层面啊 咱说明啊 你可能缺乏安全感 要通过贴膜呀 加一个外壳啊 来保护保护 而那些不喜欢贴膜的 也更不像夹壳的 就说明你的心很大 手呢 很稳 否则多摔那么几回 你就不会舍得让手机一落奔咯 手机算命 看起来啊 真如那话说的啊 说手机里啊 藏着所有的秘密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哥伦比亚懒人节 市民把这个床 搬到了大街上 睡上一整天 来呼吁大家啊 放慢脚步 享受悠闲 要我说 这些个人不够懒 真正的懒汉啊 连这个活动都懒得去参加咯 桂林一家米粉店 贴出了歇业通知 说各位顾客 本人因送儿子上清华大学读书 暂停夜五天 仅相互转告 这应该算得上是最得意的歇业通知啊 大家很快就领悟到这通知的重点 就是四个字 要相互转告 一对农民工夫妻 在结婚三十多年后 补拍了一组婚纱照 拍摄地点呢 就在工地上 背景是钢筋水泥 简易的板房 建筑工地 婚纱照 爱情不只有浪漫 还有岁月的成电 欢迎回来 最近上海共享单车坟墓引发关注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 我的个天哪 几万辆共享单车密密麻麻 对方在一块 被杂草覆盖 无人问津 这媒体就说了 由于共享单车的数量太多 而且呢乱停乱放 从今年一月起 上海采取措施 将一些违停和报废的 共享单车拖走 并且呢 约谈了共享单车企业 要求尽快回收处理 但是呢 一些个企业啊 他并没有给它回收 反而继续加大投放 所以就造成 现如今这么一个局面 共享单车坟墓啊 不仅出现在上海 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 有数据就表明 仅仅是上半年 全国共享单车的投放总量 已经超过一千六百万辆 对于此呢 专家就认为 某些共享单车企业 他只顾埋头在那 投放投放单车 急于扩张市场 却没有进行精细的管理 这么一来呢 不仅给城市带来了麻烦 同时啊 也加剧了行业的恶性竞争 早在年初 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 就制定了一个 共享自行车服务规范 这里边呢 就提出 共享单车 也需要专人定期维护 维护人员的数量 不得少于单车数量的 百分之一 那有人就算了一下啊 说每一辆单车的 运营维护的成本呢 大约就需要一千块钱 这已经超过一辆车的成本了 所以呢 很多共享单车企业 它宁可投放新的车 也不愿意在那花钱 维护旧的车 这就导致呢 废弃单车堆积卢山 另外啊 这个规范 人家还要求啊 说共享单车连续使用 三年就必须要强制报废 可以预见啊 过不了几年 将会有上千万辆的共享单车 在那集中报废 这些报废的单车 你又该如何处理呢 那必须要尽快采取措施 回收再利用 要我说 以环保著称的共享单车 你可不能成了 环保的杀手啊 接下来说一说登山运动 前不久 某户外用品创始人 在微博上啊 发了一张照片 同时用英语写道 现在就是我2014年登顶 珠摩拉玛峰的三周年纪念日 其实啊 他的这一次登山行动 一直受到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用双脚爬上去的 而是坐飞机 坐直升机上去的 最近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有钱人 正把登山变为一种时髦的运动方式 一般来说啊 登山是为了挑战极限 但是呢 某些人登山呢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过程 你比方说啊 有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 请了四个向导 陪着他登山 全程带着氧气瓶 结果呢 到了山顶 氧气用完了 那怎么办呢 他想出了一个妙招 让四个向导轮流拉着自己啊 下山 每人给一万块钱 另外还有一些个女队员 登山的时候啊 特讲究 住在高海拔的雪地帐篷里面 不仅要吸氧 而且呢 还要敷面膜 你说说 这是何苦来摘呀 说穿了啊 其实就是为了炫耀 怎么炫耀呢 当然是拍照啊 然后发朋友圈呢 有业内人士啊 就说了 登山其实是高海拔的名利场了 除此以外 商业登山还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 像前不久 中国登山协会开展了一次 出风大扫除活动 哎呀 一百名工作人员 在六千多米的区域 清扫出四吨垃圾 相比之下 我们更佩服这些人呢 纯粹热爱登山运动 并且呢 严于律己 爱故环境 要知道 登山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磨练自己的心性啊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福布斯科技富豪榜 前不久啊 这福布斯官方网站呢 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2017年全球科技界富豪榜出炉了 在榜单的前一百名当中啊 有二十三位来自咱中国啊 可喜可贺 不过呢 这榜单最引人关注的呢 还是名列前十名的大佬 咱粗俗一言啊 这么扫下来 好像蛮多是挺熟悉的啊 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金字塔尖尖上的人 这排行第一的大佬 相信大伙都不陌生 就是咱中学课本里那一位著名的反面教材 陶克辍学还成了世界首富的别盖茨 他的经历呢 一度支撑无数学渣呀 脆弱的心灵 甚至成了某些人弃学辍学的理由 以至于有一回啊 他本人实在忍不住要解释 说千万不要学我 我的成功和辍学无关 的确 人家之所以能成为首富 那靠的是懂科技 搞微软 那么排行榜紧跟在盖茨之后的 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估计有些人对他陌生啊 他是亚马逊的创始人 杰夫贝佐斯 估计可以把他理解为 美国版本的马云吧 这位大佬可不是一位 没有故事的男同学啊 就在上个月底 他还登上了一次世界头条 说他的身家呀 超过了比尔盖茨 成了世界的首富 可这边报纸还没有印出来 那边又有新消息了 说盖茨的自然收了一下 又反超过去 还真是首富走得太快 像龙卷风一样 这前十强里边的 还有两位咱得提一提啊 就是来自咱中国的两匹黑马 一个是马云 一个是马化腾啊 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八名 他俩在这个榜单上的排名啊 是稳中有升 去年这个时候 在前十名的边缘呢 看来啊 咱国人的购买力 以及对社交的需求 依然是蓬勃有利 说起来这个榜单 在这个业界啊 那也是风向标一般的存在 这个富豪排位的上升啊 下降啊 出现或者是消失啊 可不单单是一个 资产数额的问题 它很可能意味着 某一个产业的兴盛 或者是凋零 这个意义啊 非常重大 这就有点像学生读书时候 那个期末考试的排名 哪一个同学有进步了 哪个同学是潜力股 那是一模了然啊 这个福布斯科技富豪榜 那看的是排行榜 读的呢 是未来科技的方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看天下文章标题 大学神秘传说 没人明白我的专业 到底是学啥的 那眼下呀 又到了大学的开学季啊 不少新生 拉着学长啊学姐啊 在线上咨询的 问的最多的问题 估计就是这一个 咱这个专业 到底学的是什么呀 说起来啊 对于象牙塔外的人来说 大学这个专业啊 一直就是迷一般的存在 除了学着专业的人 其他人还真很难明白 他到底是学啥的 也没办法正确理解 学着玩意有啥用 杂志呢 就总结出好几种 对于专业的神级误会 咱们一块来感受感受 这个专业误会的头一名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明明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专业 在外人看来啊 总是莫名的 披上了一件高大上的外衣 比如说考古学啊 最近这两年 盗墓系列啊 不是特别火吗 那很多人啊 就把这个考古啊 和那盗墓呢 给搭在一块了 觉得学考古的 都有一手摸金淘宝的本事 动一动铲子 就能赶超马云马化腾 被抬举的呢 还不只是考古这一个专业 我们再来看看啊 历史系啊 上下五千年还没学完呢 就被要求给祖传的 玉板纸啊 做鉴定 还有政治系的 刚学点理论的皮毛 就仿佛能看到它啊 纵横百合 指点江山的模样 还有另外一种误会 和咱刚刚说到的呢 恰恰相反 明明挺高大上的 却总引起身边人 莫名担心 觉得这专业啊 肯定得吃苦头 你比如学生物工程啊 生物 动物 好多亲戚啊 就以为这孩子啊 毕业就要去农场 养猪种地 辛勤劳作了 哎呦 心疼得不行了 还有学这个物流管理 旁人一听 这不就是快递源吗 风里来雨里去的 太辛苦了 总之吧 在外人眼里啊 土木工程就是在工地搬砖 医学影像就是拍必超 助产专业 就是给孕妇当拉拉队啊 其实人家哪有那么惨呢 就是上个学业读个书 依然是祖国的小花朵呀 还有一种误会 那就更常见了 人家专业研究的 本来是很高声的东西 旁人呢 却总能抓住关键词 让他接地气 派上用场 你比如 碰见一个学天文的 总会有人问 你懂星座吧 帮我看一看 处女座和水平座 配还是不配 你碰到一个学幼教的 立马把他们家孩子 往前一推 哎呀 我们家的孩子 这暑假就拜托拜托您了 碰到一个学通信的 那就更不得了了 什么装宽带呀 他们家接网线呢 甚至他买一个手机啊 修修手机啊 包括贴个膜 第一时间想到 就是你这个学通信的啊 大学专业 评线神级误会 这还真是 不识专业 争面目 只缘不在此山中啊 继续回来 最近啊 周润发 发歌 重归大众视线 这一次的回归啊 不是因为新作品 而是因为一个举动 前不久 台风天歌在沿海肆虐啊 这种台风天呢 大伙呢 都躲在家里啊 不出门 可是有人呢 却在大街上 看到一名黑衣男子 冒着强风 徒手砍树轻路 走近他们一看 这位黑衣人 竟然是明星周润发 事后发歌 接受采访说 当时正准备回家 看到马路中间 有散落的树枝 就下车 帮忙把他移走 好让大家啊 顺利通过 对于周润发这个热心举动啊 大家是纷纷点赞 说什么叫巨星啊 这就是 有人还翻出了 发歌之前的好人好事 大家啊 才发现 咱们这个小马哥呀 是这么的暖啊 去年 发歌在西贡爬山 有几名路人呢 太累了 想打车下山 可怎么也拦不到啊 然后呢 熟悉地形的发歌 就主动帮忙 拦下出租车啊 目送他们走了 才离开 还有啊 说有一次 发歌出门买东西 有很多游客呢 要跟他合影 轮到一个大妈的时候啊 这大妈手机突然没电了 为了不让大妈失望 这发歌呢 就带着大妈 专门到一个电器铺 给手机啊 充电 等充上电了 又跟他合影 这么一条龙式的服务 也真是没谁了啊 还有啊 发歌在路上 碰到义工辛苦搬运流浪狗 他会上前帮忙推车 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领养了一只小狗 因为这个热心城啊 发歌还获得一个称呼 叫热心市民周先生 这位周先生 平时啊 特别的低调 在地铁上啊 公交车上啊 马路上啊 公园里啊 碰到他的可能性啊 还真蛮大的啊 因为偶遇几率啊 太高 就捕获野生发歌 甚至都成了热门话题 于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发歌随时随地啊 都在跟粉丝合影的 在马路上合影 在餐馆里合影 在锻炼的时候 也有合影 这慢慢的呢 他就成了跟粉丝 自拍次数最多的明星 人家不但有小善 更有大善 发歌曾经表示 说已经看透了名利 看透了生死 他自己呢 说申雇之后 会将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 捐出来 什么都不想啊 带走 有人就说了 发歌为我们树立了 一个好的榜样 他没有明星的架子 有的是一位 普通市民的热心 这才是我们的小马哥 这是英雄本色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收看 我们来介绍瑞茨 推销有嘻哈 说最近啊 山东一位卖焦的 这个小贩火了 他在路边摆摊 推销焦水 口才 那叫一个了得 嘻哈直爆表啊 你瞧瞧 句句压运是张口就来啊 见过宋丹丹 没见过焦水这么沾 任你扯 任你拉 少林练过都白搭 这说起来啊 在销售界 还有不少这样的嘻哈达人 你比如 卖衣服的 人家是这么吆喝的 阿迪好 耐克棒 我家衣服比他亮 不后悔 看到位 我家衣服谁都配 推销有嘻哈 这还真是高手在民间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